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一節就是 因為新的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導致 隨時爆發 另一波的移民潮 相關的 報導就是關於 就是有家長 終於接受不了 這個所謂疫苗通行症 適用年齡 下降到 5歲的小朋友 換言之 其實 有部分家長就覺得一直都是打疫苗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 覺得被小朋友打就是有問題 如果你問我 我當然覺得 現在才覺得 疫苗通行症有問題 這件事本身 的確 值得被批評 但是 始終 被逼針的人 被疫苗通行症 限制自由的人 無論如何 他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們 不應該太嚴厲對於被迫害的人 雖然我覺得 到了現在才覺得有問題 真的好像有點慢 我們這一節就是要講一講最新的報導 最新的報導是明報報導 據說有家長 就是有親人 因為打了針 然後 就是出了事 所以知道 就是打疫苗具有風險 所以他小猜不到 就是這個政府 徹底無視這些事件 然後 為了要對香港人 防疫限制 限制自由 為了要把買回來的疫苗 全部出貨 居然 強行 連五歲小朋友也不放過 我們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誠意邀請聽眾 全部人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這個是 明報報導說疫苗通行證 適用年齡 下降到 只有年僅五歲 重要 所謂通行證 涵蓋範圍 包括 所有遊樂設施 主題樂園 所有的商場 對那些 家長 可能他們自己覺得 打疫苗沒有問題 可能因為工作需要 又或者需要堂食 自己打了疫苗 但是 當那個疫苗通行證 包括範圍下降到年僅五歲的小朋友 都說要打疫苗的時候 那麼 問題就真的開始出現了 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有很多人覺得他打了沒有問題 但是他對疫苗本身其實是有所懷疑 但是 又因為他家的 小朋友可能根本不夠12歲 所以 在短期之內 他們覺得 根本沒有必要面對這個 疫苗通行證的威脅 所以 當這個瘋狂的港共政府 將那個年齡 由12歲 調低到5歲 的時候 忽然之間 令到這個年齡群裏面 的小朋友 他們的家 就開始 出現恐慌 這個叫做劉先生 劉先生的女兒今年 5歲 就是因為他的家 家族遺傳 令到他 身體似乎就是 不適合打疫苗 但是大家都知道 即使你懷疑自己 不適合打疫苗 你能夠拿到所謂免針止的機會 其實是相當之微 尤其是現在 就是 發出免針止的醫生 居然被人控告他 說是做假文書 你明明法例要求 容許醫生 根據專業意見 可以發出免針止 但是現在已經瘋狂到 誰發免針止 誰被人拘捕 所以大家知道 到底免針止 有多難得得到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聽眾 曾經報料 說過 要拿免針止 其實是非常 非常之困難 除非醫生說 你真的打一針就會死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快要死 醫生是絕對不願意 發免針止 換句話說 他明明是 家 家的身體情況 是有問題 不適合打針 最低限度 他懷疑風險 比起一本人高 但是現在的一刀切政策 就是你有懷疑也好 你的風險比其他人高也好 你也拿不到免針止 不僅 你還要 五歲小孩都逼你一定要打針 你不打針 到處都沒得去 遊樂場沒得去 主題公園沒得去 商場 沒有得去 公共圖書館 體育館 全部不讓你去 這個非常之離譜 他們本來 就是不停在說 你看看西方世界都會這樣 不好意思 現在是 徹底沒有這件事 現在 這些地方 打針的比率高 但是 從來都沒有說你不打針 不讓你去這裏 不讓你去那裏 所以有大量藍絲 就是出來方稱自己 支持防疫 實際上他們不是支持防疫 他們是支持 港共政府剝奪市民自由 這位劉先生終於覺得香港政府 就是拿著槍 逼父母 要安排子女打疫苗 所以他說 他太太得息政府公告 相關政策的時候 就是哭崩 那夫婦 就是寧願女兒中招 也不願意逼女兒打針 所以考慮到 長期的健康理由 他們立即就要考慮移民 坦白說 我們很久之前都已經說了 我們一早已經告訴大家 港共政府會隨意 在不會通知你 也不會有任何諮詢的情況之下 他們會隨意 隨心所欲 喜歡就喜歡 就是去修改防疫限制 麻煩大家 幫我們作證 我們已經說了很久了 這個 也不是甚麼預測 稍微有常識也知道 你也知道港澳政府不受制約 政治任務為先 政治任務還要跟北京未必一致 他們喜歡做甚麼 待會再罵這個就是盧寵茂 所以你就知道 他真的會說來就來的 所以 你今天割十成 明日割十成 你割到甚麼時候呢 你今天可以容許 他明天又來 這個 就是告訴大家 所以叫大家衡量的時候 不是衡量你今天可以承受多少 而是你衡量一下 他完全不受控制的情況之下 他在短時間之內 要求 提升了10倍 你是否可以接受那10倍 又或者是20倍要求 這位劉先生就是有兩個女兒 一個是五歲 一個是兩歲半 他們發現 他們的家族身體有些問題 絕大多數 他的親人打完這個疫苗之後 都出現了不同的副作用 現在 他本身的女兒也非常抗拒打針 也有濕疹 他現在 不打針 連 學校 入學面試 也沒有辦法繼續進行 本來就報了直資學校 但是你不打第一針 你就是 去學校面試也不讓你去 這裏不厭其煩 再說多一次 現在 政府說來說去就說 打針為了你好 對於 防疫無關的 現在說不會制止擴散的 說防重症 如果你真的堅持這個說法 防重症的話 這件事跟防疫無關 因為對於疫情擴不擴散 沒有任何關係 直接跟一個人 個人的健康有關 個人的健康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身體 接不接受 某一種藥物 某一種手術 全部是個人的選擇 當初 就說到疫症嚴遲 說是會 防止這個擴散 防止疫情的感染 但是既然如果你跟感染率是沒有關係的時候 你是完全 失去了一個公共的原因 是要強制這件事 當然 我也不相信 他說的話 由始至終 他喜歡 說甚麼就說甚麼 現在香港政府 都放棄了 說打完針 就會防止疫情擴散 這個說法也放棄了 你就看到了 龍門可以任搬 甚至乎如果你說根本不是防抗散的話 你是連戴口罩 也不如 戴口罩勉強說跟 制止病毒擴散相關 所以 你可以 剝奪一部分的自由 所以現在 其實是逼針的理據 變得比之前的重要 薄弱了更加更加多 但是當理據變得更加薄弱的時候 港共政府 更加囂張 更加氣嚴 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繼續為所欲為 所以 正如我們一早預測 跟疫情就是沒有關係 就是跟疫情根本沒有關係 他喜歡 收緊就收緊 所以這位劉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坦白說 與其 哭崩 不如 快點買飛機票 預備離開 香港政府這樣做法 絕對令到這個年齡層 由5歲小孩到12歲小孩的家 開始有大量的家長 考慮就是要舉家疑問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